选拔赛八强产生 今日在战争夺首张门票 巴黎踢平八轮 小背没上场 刘文轻装上阵 大胜晋级八强 天津难买一脚 梅西金左脚走向市场 中文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体谈快讯 我们先来关注CBA季后赛 昨天晚上辽宁在主场战胜了新疆 将CBA季后赛首轮的总比分 搬成了2比2平 也把晋级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 客场作战的新疆手握赛脸 拥有唐正东和巴特尔的他们 比辽宁更具有内线优势 而对方的韩德军和贺天举 却因伤只能在场边观战 不过比赛开始后 辽宁队在后卫杨宁的组织下 却是出人意料地频频冲击新疆内线 打出了10比2的开局 第二节 辽宁的好手感依旧 外援索罗门琼斯上半场就看下了18分 而此前 他的赛季平均数据是场均15.1分 半场过后 辽宁队以53比36领先了17分 不过 人员和体能问题是辽宁的软肋 第三节 场上风云突变 新疆连续命中三分 为福和张敬鹏同外线 为福和张敬鹏同外线